马斯克440亿美元收购推特后 特朗普 我不会重返推特 在推特公司与马斯克25日达成440亿美元收购协议后 此前英国会骚乱事件 而被推特封禁的美国前总统特朗普同日表示 他不会重返推特 截至目前 马斯克尚未公开表达 是否将在收购推特后 恢复特朗普的推特账号 底线是 不 我不会重返推特 当地时间4月25日 特朗普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 表示自己不会重返推特 而是将使用他自己的社交媒体 作为唯一发生平台 这位前总统当天告诉福克斯新闻 他将按计划在未来7天内 正式加入这个已于上个月上线的平台 特朗普对福克斯新闻说 自己希望马斯克收购推特 因为他会对他加以改进 而且他是一个好人 但特朗普称 他自己的平台正吸引数百万人 比对推特的反应要好得多 他指责推特上有何虚假账户 2021年1月6日国会山骚万后 包括推特 脸书Instagram在内的国家社交媒体平台 永久封禁了特朗普的账号 推特公司认为 特朗普一些与暴力抗议有关的推文具有煽动性 并警告称这些推文有进一步煽动暴力的风险 值得一提的是 福克斯新闻称 特朗普在采访中 不愿对他是否与马斯克有过接触做评论 关于特朗普和马斯克的关系 一位消息人士告诉福克斯新闻 特朗普和马斯克的关系非常好 该消息人士称特朗普在2018年曾为马斯克辩护 当时这位特斯拉首席执行官 因发布有关 将特斯拉私有化的潜在交易 物料性推文 而被指控证券欺诈 当地时间4月25日 社交媒体平台 推特公司 接受了埃隆马斯克的收购协议 根据协议 马斯克将以每股54.2美元 总计约440亿美元的价格收购推特 马斯克当天在推特上表示 希望该公司能够继续为人们 提供表达不同意见的平台 此外 马斯克还表示 希望将推特公司的算法进行公开 以透明化内容推荐和屏蔽的具体逻辑